還有兩天就到2011年 青衣體育館這裡依然這麼熱鬧 Campus TV這次帶大家來看看這場全港學界精英排球賽 由喇沙對上屆冠軍盧幹亭的四強之戰 盧幹亭是傳統的勁女 在近五屆賽事才贏了四屆 一開局 喇沙未穩陣腳 有較多失誤 好像這球一開球就落網了 喇沙開局稍微落口 之後先後有兩架趙 趙仲銘和趙家衡這幾球精彩的扣殺 而盧幹亭也開始多了不少失誤 讓喇沙開始反超前 去到終局比賽進入了拉腳局面 雙方互有得分 喇沙之后一直以兩三分之差領先 在這幾次精彩的救球之後 又由主力陳志威獲得一分 但是這局去到尾段的時候 喇沙表現開始下滑 被對手越追越近 在比分24比23的時候 喇沙未能夠把握這次機會 令比賽進入了凋屎 之後盧幹亭吃著後上的氣勢連拿兩分 以26比24結束了第一局 換邊之後盧幹亭依然氣勢如恐 開球就連拿4分 喇沙只是靠對手打球出界才可以拿回分 但是這時候就到趙家衡表現了 他先開出這球A試球 再令對手發球失明 他相當具威脅的發球斬眼之間 就為喇沙反超前6比4 之後喇沙繼續有陳志威的重拐 為喇沙拉開比數 這球難忘的球員 反應也非常快 又為喇沙興取兩分 這球見到陳威難忘之後 接應阿簡的二傳扣殺又拿一分 這球阿子要扣殺湯肚之後 喇沙已經搖搖領先 23比10 接著這球他又成功得分 拿著14個game point 在手 喇沙想輸 這局都幾難 最後盧幹亭 這球開球落網 喇沙追回一局 25比11 賽事就是採取三局兩勝制 而決勝局拿到15分就為了贏 第三局開局的時候 喇沙表現出色 這球難忘又是一球好球 盧幹亭 間中也有幾球好球 好像這球 貝菲就相當精彩 不過陳威呢 這球打回球 觸手出界 橫以顏色 看這球來來回回 十幾次之後 最終都是由喇沙得分 拿完這分之後 喇沙已經領取得分 先8比2 再換邊之後 喇沙一直控制戰局 這球趙家恆扣殺之後 比分已經去到14比7 決勝分 陳威狠狠地把球殺下去 以15比11結束第三局 進級第二天 就是10月31號的決賽 決賽將會上演港九區D1A grade決賽的翻版 由喇沙對淘泰南拔的長沙環天主教中學 各位喇沙仔 記住在青衣體育館之前 我們的排球運動員 阿姨達《》